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丰富多彩的内容 以及渗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 中华民族把武术作为技技术 通过武术锻炼 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 把武术作为健身术 通过武术锻炼 强健体魄遗兽炎炼 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 通过武术锻炼 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 陶冶清操完善人格 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逐步形成了一百多个 言流有戏 潜礼明晰 风格独特 制成体系的权种 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并监制 出版的这套中华武藏 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权种记忆 为目的 弥求记录下这些权种 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 展示出各权种流派传人中 较有代表性的技法 技能和风格特点 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中华武藏 以动态性 直观性 真实性 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 这对探索传统武术 研究武术传统 传承武术记忆 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 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泛的社会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奉杨露禅之命 败于他的次子杨邦后本相 实际上仍由杨露禅亲自传授 经过数年勤学苦练 三人各有所得 万春得刚进 临山善发人 拳佑则常与柔化 各得是一体 吴建全先生对家传的太极拳在教学上不断发展 逐步羞认和充实 在万架中去掉重处和跳跃动作 使全架共加融合和规矩连绵不断 符合太极阴阴阳理论的功架 特点更加明显 从而自称流派一直流传至今 另有快架子则仍保留跳跃发劲等身法守法 便与太极拳爱好者进一步锻炼 无视太极拳的功架紧凑松进自然 充分表现出清零圆活和动作贯穿的特有的风格 推手要求立身中正安书 手法严密 周法多样 细腻绵柔 手静而不妄动 活步大吕更是激动灵活 撵走嫌疑 烂采花是散手 更是出神入化 动若江河 非彼墨所能描述 此外 无视太极拳还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器械项目 太极剑 太极对剑 太极刀 太极十三枪 太极二十四枪 太极扎四枪和年杆等 吴建全先生长子吴公仪 次子吴公造 分别在港澳会等地成立全社 目前遍布东南亚及美加各国 为推广无视太极拳至华南及海外 做出了布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家第五代传人 现为无视太极拳掌门人 健全太极拳社社长 加拿大健全太极拳分社社长 国际吴家太极拳协会主席 加拿大传统太极拳联合会会长 加拿大武术联合会主席 加拿大武术团体联合会总会全国主席 加拿大全国武术监管委员会委员 加拿大国家队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2005年5月 开始接任吴家太极拳掌门人 1975年 吴光宇宗师连同叔父吴大齐宗师 于加拿大多伦多设立健全太极拳分社 其后 致力于将吴家太极拳经报章及电视推广遍及老幼 吴光宇宗师并穿梭于多伦多 吴德蒙顿 底特律 托阿伯 新泽西 英国伦敦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将吴家太极拳推广至世界各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家太极拳是太极拳重要流派之一 权幼公 河北大兴人 学艺自杨家太极拳始祖杨漏禅 其棋子杨斑侯 第二代吴建拳宗师 长传赴役后为吴氏太极做出重大贡献 将权架逐步修定润式 定型成为现实无视的一个流派 吴氏太极拳的特点是 轻 敬 柔 化 虚实分明 邪中欲正 吴氏太极拳的动作清零圆活 不上着力 体用兼备 承认自然 除养生剑体外 更具实用的武术功能 深受中外人士喜爱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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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